美国总统乔·拜登10月6日对欧佩克国家宣布的减产计划表示失望 并表示美国正在寻找替代方案 尽管做出了这一决定 拜登表示他并不后悔夏季前往沙特阿拉伯的旅行 他说这次旅行的重点是中东 欧佩克周三同意大幅削减石油产量 在已经紧张的市场中一直供应 并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提高汽油价格的可能性 当时拜登的民主党人正在捍卫他们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